两个小贼鬼鬼祟祟 到处看看有什么垃圾可卖 少伙眼睛放光 瞟见了纸堆下面的金手链 她满脸兴奋地用力一拨 金链是拽出来了 但下面却跟着一条手臂 案发地点是个废弃书店 死者被埋在了一堆书下面 从骨架来看 这应该是个青年女性 趁着众人清理尸体的功夫 安吉拉找到了死者的姓名 她叫小美 是个社区教师 小美有个搞音乐的男朋友阿伟 当初小美失踪 就是阿伟抱的镜 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推断 小美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上周五 但阿伟说上周末 她一直在外地巡演 接着老伯和卷毛 就来到了社区学校 一进门 就看到了一群学生轰闹着 抬走了伟廷的车子 老师大力笑了笑 学生天性贪玩而已 校长告诉二人 小美和大力是这里最好的老师 自从两人任教之后 很多学生的成绩都突飞猛进 最显著的一位 就是小美班上的小黑 小黑很感谢小美 除了她 没人相信她可以考上大学 为了报答这份信任 小黑才加倍努力地学习 但在上周五 当她照常去找小美补课时 小美却以临时有事为由 拒绝了她 小黑转身离去 却没想到 成了两人的最后一面 黑哥也在一旁 积极喳喳 我弟弟成绩很好 根本不可能到处惹事 接着 豪金和所长 从小美身上 找到了一些线索 从脚踝上的淤血 刻意推断 小美死亡之后 曾被迫站立了起码四个小时 豪金猜测 藏尸的地方 应该是个半开放场所 因为小美身上 还有残留的消毒剂 凶手曾想用这种方式 来掩盖小美的尸臭味 卷毛调查了下 小美的所有卡件 包括公交卡 银行卡 电话卡等等 无一例外 都是从上周五四点之后 就没了动静 几乎可以肯定 小美就是在学校里遇害的 这时 估计发现了关键的线索 在小美的脑后 有个八字壶一样的痕迹 而这个八字壶 实际上 就是学生柜子里的双肩钩 果然 拉开柜门后 一股血腥味 直冲脑门 但这是个没人用的空柜子 谁都可以把它打开 正当老布找不到头绪时 井犬呼人一阵狂叫 一旁的胖哥 吓得脸色煞白 差点跪在地上 但他害怕的原因 并不是杀人 而是因为井犬 闻到了他身上 逍遥丸的味道 胖哥曾因为走私犯药 留了暗底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以至于他现在看见警察 都大哆嗦 胖哥说小美是个好人 不仅时刻告诫他 要痛改前非 还经常跟胖哥一起 在停车场 堵那些嗑药的学生 希望能让他们悬崖勒马 不要走上歪路 听胖哥这么说 小美是真的一心 扑在了学生身上 连他电脑里的东西 也几乎都是跟学生相关的 但工作事业两难全 长此以往 男朋友阿伟 势必就会被冷落 这也就难怪 安吉拉会发现 他的撩妹账号 对此阿伟一脸生无可恋 其实他上周末的 巡演被取消了 而之前长期独守空房 他心仰难耐 就开始沾花惹草 结果终于被小美发现 两人就大吵了一架 难道之后 你就失手杀了小美 阿伟连连摆手 自己只是心情郁闷 又跑去撩妹去了 说着还拿出了 女生的手记号 结果一打过去 空号的提示 一直让气氛相当尴尬 阿伟手足无措 怎么解释 都是越描越黑 就在这时 估计在小美的手指上 发现了一道划痕 虽然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被刀筒伤的 然而查了查 他的医疗记录 小美却谎称 自己是被玻璃划到了 而他就诊的地方 就在小黑兄弟俩的那个社区 他为什么要说谎 再次做到审讯室里 黑格有苦难言 事实其实跟众人的推测 刚好相反 黑格并没有割伤他 因为当时 刀子正握在小美自己手里 原来 小黑和黑格从小就相依为命 为了供小黑读书 黑格恨不得一天打三份工 小黑不忍心看哥哥这么辛苦 所以就偷偷旷课兼职 而这事被小美发现了 他以为小黑是被强迫辍绝大工 所以就拿起了刀子 他割伤自己 威胁黑格 如果不让小黑去上学 他就报警 说黑格蓄意伤人 但之后误会解开 小美也就选择了隐瞒此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 小黑才开始用功读书 那这么说的话 案发当天你在哪里 黑格直直误误 不想透露行踪 因为那天 他其实正忙着偷面包 黑格已经好几天没发工资了 而弟弟隔天就要考试 所以才铤而走险 偷了点吃的 但黑格已经留了两次案底 再多一次 小黑就只能被送进福利机构 听完这番话 卷毛心里五味杂陈 但既然黑格没有作案时间 凶手到底是谁呢 就在这时 古井和实习生在小美的膝盖 和后脊椎上发现了一切顿伤 这是因为一整天都被关在柜子里 小美的尸体开始僵硬 难以搬运 但如果要转移尸体 只要打断脊椎 就可以塞进车子后备箱 凶手为什么要连她的膝盖一起砸烂 看着屏幕上模拟出来的姿势 小美似乎被摆成了一个坐姿 一个圣人的推测 开始在众人心中浮现 或许转移尸体的时候 小美是被放在了副驾驶上 而这么做的唯一可能 就是这辆车子没有后备箱 比如之前被学生们抬走的那辆小车 而她的主人就是小美的同事大力 通过小美颈椎的鼓掠可以推断 她是被人扼住脖子 生生掐死的 豪金还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些橡皮屑 而之前在学校搜集线索的时候 大力就声称 周五下午她在批改试卷 而现在拿来一看 上面却满是橡皮擦改的痕迹 校长说 小美和大力的班级成绩都在突飞猛进 但实际上 这俩一个是齐天大圣 一个则是六耳迷猴 小美为了学生偶心力学 几乎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而大力却在暗地里 靠修改学生分数来取得成绩 小美根本无法忍受这种行为 当场抢过试卷 大声喊叫 声称要去揭穿大力 而这件事一旦曝光 大力就将前途净毁 大力对这二人苦笑摇头 何必呢 这都是一些垃圾学生 根本不可能成龙成凤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小美这样无私奉献 大力则更多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跳板 她以为小美能理解自己 却不知人家根本不屑于她为伍 随着小美声音越喊越大 大力就慌忙掐住了她的脖子 在意外留下橡皮屑的同时 最终也就酿成了惨剧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